江雁离其实更兴奋的是,他这次去兰家,可以见到子萱了,到时候他给子萱也熬一些汤,想必他也不会再生阿诚的气了。 魏无羡还不知道江雁离要来的消息,如今他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了兰室。 江婉吟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了,不过还在学堂,大喊大叫,魏无羡。 魏无羡没有回头,江婉吟跑到了最前面,盯着魏无羡,你不应该跟我说一些什么吗? 魏无羡冷笑,说什么?总有一天,我会去莲花屋杀了江丰年,替我父母报仇吗? 江婉吟,你说什么?争明着脸,你疯了吗?你自己听听你在说什么?你难道忘记了,你吃了我家多少大米? 魏无羡,若是我父母没有被害死,我也不用吃你们家的大米,怎么?我很想吃吗? 江婉吟歇斯底里的喊,不就是一对家仆吗? 死了就死了,你难道忘记了?你说过以后我做宗主,你做我的下属,永远不离开我,不背叛我的。 啪!魏无羡这一巴掌用尽了全力,直接把江婉吟抽了一个原地780度旋转,一头撞上了墙,他一手捂着头,一手捂着左脸,哇的一声,吐出了一口血,血中还夹杂的两颗厚草芽。 江婉吟不敢置信地看着他,你居然打我,你居然敢打我。 魏无羡甩了甩因为太过用力,有些麻木的掌心,我不仅敢打你,我还敢杀了你。 江婉吟,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?那是我爹娘,你再侮辱他们一句,我直接送你上路。 我现在杀不了江蜂眠,杀了你也算不错。 江婉吟第一次看到魏无羡这个模样,他终于看清了一件事,那就是魏无羡真的想杀了他。 蓝启人茫然地进来,看到了躺在角落里,脸一侧肿得不行,额头上还有一个像是凭空长了一脚的大包,蓝启人。 好丑啊,辣眼睛。本来还在伤心,害怕,委屈,羞耻各种情绪混成一团的江婉吟,他丑,蓝启人居然敢说他丑。 蓝启人,发生了什么事,忘机,蓝忘机,江婉吟侮卫英父母,被卫英抽了一巴掌。 蓝启人,这件事到此为止,江婉吟罚家归便,赶紧回去坐着。 江婉吟爬了起来,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抢脚,留下了两颗厚草牙。 这是什么?牙,魏无羡这孩子下手挺狠啊,牙都被打掉了。 话说,没了这两颗牙,之后吃饭会难受吧。 魏无羡,本来挺生气的,现在想笑。 江婉吟身形僵硬,这一刻,他恨上了所有人,恨不得这里的人全都死。 江婉吟艰难地撑过了一堂课,下课再也没有理直气壮地找魏无羡的麻烦。 有些灰溜溜地回了课院,把大门紧闭。 魏无羡靠在树边,呆愣愣地,也不说话。 蓝忘机站在他旁边,一脸担心地看着他。 蓝启人刚出门口,就看到了二人这奇怪的姿态。 树上有蚂蚁,这孩子怎么往树上靠呢? 最后让蚂蚁咬一身的包,就老实了。 魏无羡,突然就没心思背春伤秋了,赶紧站直身体。 蓝忘机小心地看着魏无羡的身上,真的有蚂蚁爬上去了。 赶紧伸手把他身上的蚂蚁拍下来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蓝启人行礼。 蓝启人,你在哪发什么呆呢? 要是没事,就跟着忘机去抄写古籍。 省得又往树上靠。 魏无羡尴尴尬一笑,好的,先生。 很明显,竟是前面这条路不适合魏无羡发呆,跟着蓝忘机去了藏书阁。 蓝忘机这段时间跟魏无羡相处,已经了解了他喜欢什么东西。 找了一堆关于阵法福传练气的书籍,魏无羡果然投入进去,也没时间难过了。 蓝忘机为了能让魏无羡开心,也是使出了浑身力气。 看完书,吃完饭,就带着他下棋,教他练琴,陪他练剑,把魏无羡的空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 一直没闲着的魏无羡,到了晚上也不熬夜了,困得躺在给他收拾好的床铺上,直接就进入了梦乡,睡眠质量都高了。 蓝忘机因为不放心他,半夜的时候偷偷来了一趟测试,给他把被子盖好,才回了自己房间里继续睡。 江婉淫从被魏无羡一巴掌删掉了牙之后,就变得老实多了,整个人都沉默了。 每天就安静地上课,没人跟他玩,他就自己。 也就安静了不到十天,坐着马车来云深不知处的江艳离到了。 江婉淫看见江艳离的那一瞬间,就控制不住地哭了,哭得可怜极了,仿佛他是这个世上最委屈的人。 江艳离心疼怀里,温柔地抱着他,阿诚,阿姐来了,别怕。 江婉淫一边哭一边告状,阿姐。 魏无羡他打我,把我的牙都打掉了,我这些天只用这边的牙吃饭,他还要杀了我。 阿姐呜呜,江艳离,阿诚,让我看看你的牙。 江婉淫张大嘴,江艳离看过之后,眉头紧簇,阿线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 我一定跟他好好说说,让他跟你道歉好不好。 江婉淫抿着嘴,眼泪还挂在脸上,点头,阿姐,他要是不听话,你就再也别给他熬汤喝了。 阿姐我想喝莲藕排骨汤了。 江艳离温柔地拿出手帕,细致地为江婉淫擦眼泪。 阿诚,我这就去给你做。 江艳离熬了一大锅的汤,进了云深不知处,除了休息日之外,不能随意下山。 能熬汤也是江艳离这次来,在采医镇买了不少的食材才能做的。 客院有一个烧水的偏方,只要有锅,汤也是能熬的。 江艳离先是陪着江婉淫喝完了汤,然后就拎着食盒准备去找魏无羡了。 魏无羡还不知道江艳离来了,他自从知道了江丰眠是他杀父仇人之后,所有的江家人,包括江艳离在内,在他脑海中的美好记忆都打了折扣。 甚至开始阴谋化,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细想,越想越不对劲,比如说,他被渔夫人打了之后,被关进了祠堂,可是明明不是他的错。 他本来是记着渔夫人对他的恶毒,记着渔夫人败坏父母的名声的,为什么在祠堂疼了一夜,冻了一夜后,大早上的师姐来了,送给他一碗热乎乎的汤。 再一句,阿娘只是刀子嘴豆腐心,他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忘了呢。 魏无羡有时候发呆,就是在想这些,他不明白他怎么了,为什么会觉得师姐对他好? 他真的好吗?他从不曾关心过他疼不疼,话里话外的都是他的错,让他服软跟于子渊道歉。 魏无羡吃笑,他还真是被耍得团团转。 魏英 魏无羡抬头,笑了笑,蓝湛 蓝旺鸡看他不发呆了,松了一口气,魏英,我教你问林可好。 魏无羡挑眉,问林不是你们蓝家人才能学的吗?蓝旺鸡,你可以。 魏无羡迷茫,真的教我,蓝旺鸡,学不学? 魏无羡眼睛一亮,直接抓住了蓝旺鸡的衣袖,学。 当然学,蓝湛,你可不许反悔哦。蓝旺鸡,嗯,不反悔。 魏无羡决定得寸进尺,那禁言术呢?我觉得禁言术更有意思。蓝旺鸡,教你。 地区鸡,教你。